那我也回家了 哎 那就不弹声音了 弹感情总可以 杜珊 你到底帮我看看啊 哎 不让你看 你们俩 你们俩帮我看看 你这个画的是酒瓶吗 人家那叫抽象叫艺术 懂不懂啊你 抽象 杜珊还是你看吧 你还是拿给郭艾伦看看比较好 就是就是 他现在不是还在公司呢吗 现在有点太晚了吧 而且他一直都工作呢 人家不玩 不是正好吗 他工作到这么晚 一定还没有吃饭 你正好给他带饭去啊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夜宵 给费寝忘食的他 送去最温暖的晚餐 我都说了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好了还有朋友关系 对嘛 一切尽在美食里 拿着拿着 快去快去 快给他送我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快去 味道浓郁厚重 丹宁丰富 这款酒 就像是瑞士钟表 精致滑贵 金酒不帅 你每次都是这样 推销这款酒的吗 远远不是这些 这款酒的确是款好酒 能在市场上 卖到一个这样的价钱 不足为奇 味道比价格更重大 当然 你今天这么喜欢这款酒 你就应该 立刻购买失效 黄连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酒 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吗 我是不喜欢这些 但我只有这样 我才有底气坐在这儿 给你谈生意 我只有这样 我才有底气去追求 我想拥有的东西 你以前可不会这么想的 以前是我错了 大错特错 是啊 你变了 你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应该 坐在这儿聊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拳击馆 再PK一次 你还不知道吧 我刚刚去哪儿了 马上就要被拆了 知道一心在哪儿了 你不是已经离开她了吗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我只是出去了一会儿 你管这家出去了一会儿 我出去 全面都是为了给一心想要的一切 你觉得 她会一直等着你吗 她会的 对不起 我这儿没有她的消息 找个机会 我们真的应该去拳馆带PK一次 那你等着输吧 阿罗 你怎么来了 工作这么晚还没吃饭吧 给你带了晚餐 还有我的设计 来 快吃吧 等你心情好点了 我再给你看我的设计 我有心情不好吗 你眉头一直皱着呢 是吗 怎么了 客户不高兴了 没出什么事 那你就把不开心的事 展示先放一放吧 你越想着它 你就越绝望 这酒还不错啊 这酒 以前没见过 这个是客户拿过来的 我还是给你看看我的设计吧 你看 我设计了两个 我自己都难以抉择呢 刚才给杜珊 蛋壳那天也看了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他们也不专业啊 所以我就过来问问你 你对你们杂志比较了解吗 嗯 嗯 我看看 这个 前卫一点 这个 一心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嗯 什么事啊 嗯 我们这期封面有别的安排了 可能用不上你的设计了 我们从下期开始好吗 嗯 没关系啊 反正等你们这期杂志出了以后 我要仔细地研读一下 然后了解你们的风格 以后肯定会设计出更好的 嗯 那这个 我能拷贝一份吗 嗯 好啊 那 我们吃东西 嗯 快吃吧 洗衣 一件 洗衣 牙膏 还是牙膏 您要的 都在这里了 老板 哎呦 萱萱 你把咱们许总照顾得可真周到啊 我都在这儿干了一年的保姆了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今天 我 我说 今天 从今天开始 你有别的工作要干了 又调戏我 淘气 说了吧 是去哪家掏马桶呢 还是洗衣做饭呢 明天 公司要见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我需要你准备一份最新的公司简介 明天给客户演示 一定要显示出咱们公司的实力哦 这是客户的资料 明天 明天 你 可不可以another day呢 整整一天时间还不够吧 石总 我可以搞定 你看 你不看有人干 我的意思就是 你能不能每次都给我一个卡普的工作呢 亲 哎呀 你这么聪明 是吧 当然要给你增加一点挑战难度了 怎么样 能干吗 还是继续回去当保姆子 行了 自信一点吧 自信的女孩才最有魅力 这样 你的白马王子 才能看得上 干就干 谁怕谁呀 那个 大家好 现在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SGW 电子科技产品公司的简介 那么 我们的公司呢 成立于1988年 但是呢 在江岸建公司是2002年 那个 第一次在大陆这边 然后成立这么一个电子产品公司 那个 接下来 请 请随我 看一下 那个我们公司业绩的PPT吧 这些年的业绩状况都在上面 好 那个 对不起 不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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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 可是 就是 是 对不起大家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事故 让我想起了一些事 想必你们来之前 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于SGW的东西了 资料 传闻 那里面有好也有坏 不过没有刚才发生的那种事 一样的八卦 但那些都是间接的信息 真假难辨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SGW公司的话 还不如听我的当面演讲 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来到SGW公司以后的亲身经历 也是最真实最客观的感受 你们想要了解公司 那不如从员工身上开始吧 虽然我来到公司不久的时间 但是这个团队 让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新鲜的血液 还有不断的创新 我想对于一个开拓电子产品的公司 新鲜还有朝气蓬勃 是最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爱它 我爱这个公司 我爱这个公司 有这么可笑吗 有有有有有那么可笑 也不就是谁找的点那么准 干嘛 你别杀别杀我发微博 发微博 有辱公司形象不能留 啥形象那叫亲民 对 好 好了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爱了对吧 那个 要不然 我过几天给你整几双汉麻宝靴 鞋好 黑色白色棕色各一双 明天送到我的单身座上 别动 你知道吗 刚刚啊 客户看你的眼神 应该都不一样 恭喜你 你身上已经开始 散发出来一种 成熟的美丽 加油吧 顾艾伦 会喜欢什么 郭总 这是咱们这期杂志的 封面小样 你看一下 好 谢谢 同时寄给我们四个 难道有人做派了吗 这还不是一般的派 朱丹科 陈一新 陈小萱 陈小萱 你以前没见过 我见过这个标志 在郭艾伦呢 他这是要跟你告白了 这么隆重 你们在说什么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郭艾伦告诉我 这是一个国外的酒庄 是他们公司的客户 估计这次是他们公司组织的活动 叫咱们白吃白喝去 那些都是障眼法 他的目的呢 一定是在你最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你一个惊喜 你现在这么一说 已经没有惊喜了 一新 知道我刚才的话没说 不过 真的很有惊喜 我们真的只是朋友 而且我相信 他也不是那样的人 当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 他什么事都会做的 我还得上班呢 那个我先走了 不是 那个 我先走了 一新 恭喜 豆山 你看 在这么美好的时刻 我们是不是应该开瓶香槟 庆祝庆祝啊 现在才上午十点内蛋壳 人家开心嘛 不行 你不能每天都从早上喝到晚上吧 今天不给开 对不起 对不起 锁了 看来早有准备啊 酒窖好像锁住了呀 嗯 用钥匙吧 然后去检查一下 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 是我锁的 你知道吗 酒窖最近少了很多酒 是吗 怎么有这种事啊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那个人在郁闷什么 他每天去酒窖拿两三瓶酒 而且全都喝光 可能是他心情不好吧 你总得体谅一下人家嘛 借酒消愁嘛 那他心情能好点了吗 还没 他已经喝掉了我这么多酒 我是关心他 但是他也不能再这么喝了吧 你说啊 他就不能干点别的什么事吗 他毕业那天 他爸死了 留下一家公司给他 可是不到半年 公司没了 财产也没了 他干成了什么 他干成过很多事 是吗 嗯 收拾呗 他成功地举办了一次 记者招待会 没错 就在同时 那些混蛋 稀释了他的股份 可这也算成功吗 嗯 他终于把弟弟送出国了 那是一心办的 能不能举出一个肯定他的事 肯定 她是我见过 最聪明的女孩子 而且刚刚不久 她的名字被载入了实册 这么历史性的时刻 我怎么不知道 在杂艳鼠机的游戏里 她创造了单击世界最高分 世界第一 第一 很厉害吧 不厉害 很厉害啊 那就厉害吧 别轻易否定自己 你什么都可以做到 其实你什么事都能干 你要不信的话 那我们先从修剪葡萄开始 真的 那你得教我啊 没问题 不过呢 你得先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但是只要你愿意 我甚至都可以教你成为 酒庄的酿酒师 你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能不能够 给你 以后 在 传奇永恒 至今不是 喂 喂 艾伦 那个请柬是你寄给我们的吗 什么请柬啊 就是印着大海之心的那个请柬啊 你也收到了 我们都收到了 这是什么活动啊 搞得这么整容气势的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发布会 那你回去吗 我 我明天可能要去看音乐会 你要不要一起啊 我本来还说带杜珊他们一起去看看呢 杜珊也想给酒庄带拉品牌 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多认识点人 好 郭总 您父亲让我给您确认明天大海之心的出席时间 艾伦 你还是会去的 对吗 我明天不去大海之心 不行啊 郭总 您父亲叮嘱过了 您一定要去的 有什么事 又有我在床吗 喂 一心 艾伦 那你先忙吧 我明天不去了 拜拜 那你们去好好玩啊 我们走了 拜拜 一心 拜拜 拜拜 请问你是陈小姐吗 您是 这 不是专门来接你的 我们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的这个难度 将带于我们订阅一段 可明星的爱情 揭开一顿 现在 我们龙重有请 现在 我们龙重有请 先听故事的江苏人 也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一位天赋一名的青年才俊 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品酒师 一位中国最具偶像气质的 红酒界新星 您是位先生们 让我们龙重有请 兰渡酒庄亚太地区代言人 黄烈先生 上 废话不多说 我今天来到这儿 是来卖酒 我今天 也不会想它有多好喝 也不会去分析它的味道 我是来讲故事的 一段孕育在这瓶酒里的故事 也是我自己 和我深爱的女人的故事 我知道我故事里面的女主角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已经回来了 我一直爱着人 我再也不会离开 在这之前 我一文不明 我也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我也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我更不会 等上这样的舞台 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幸福 因为我可以和她在一起 我到现在 还依然记得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 我们曾经 在露天花药里过夜 曾经在一个自行车上看日落 曾经在我们的租屋里 一起刷油漆 一起贴墙纸 曾经在她的无名纸上 带着我送给她的指接着 带着我送给她的指接着 曾经为了一日三餐 发潮 曾经痛苦 绝望的 也无助 可是无论怎样 她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 她无比的幸福 艾伦 爱伦 咱们杂志马上要登来广告 就是她说这故事 对 倒是挺感人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 应该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我想知道 你们当中会有多少人 为了今天成功的人生 背叛过自己的爱情 我就是其中一个 是我离开了她 而在我们分别之前 我们将一瓶酒 沉入了海底 我们相互约定 除非找到我 否则这辈子能再遇见她 可是我想你们都知道 在海里面找一瓶酒 无疑于客州之际 我沉迷过 可是今天我回来了 因为我终于找到这瓶酒 这次带来中国的蓝度 每一箱酒都来自大西洋的海底 而大海是运营它成熟的酒校 监警 幸福 资予了她爱情 金星 鼻子 杰野 斗铭 冠冠yer 你 祇妻 绝 这次 谢谢 乙兮 乙兮 我知道你怪我 你不想见我 乙兮 不是那瓶酒 你说什么 我们当时沉浸海里的 根本就不是那瓶酒 水果肉 放入银行锁 银行销 知道 пров心火 继续 超少酒 一心一心 咱们该走了 一心 小姐 那边的活动结束了吗 一心一心 你在哪一心 大哥一心在那边吗 那个一心没在这边我们走吧 快点快走吧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看见了鬼似的 是吗也许就见鬼了 我们走吧 为了蓝度的上市 怎么了 潘老师 我跟一心沉入大海的酒 可不是什么蓝度啊 所以呢 所以我和她的这段故事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张扬 有什么不好吗 现在的你 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心 你必须去慢慢地适应她 那是我们自己的回忆 只属于我和她 在我没有当众说出来之前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而我现在拿她进行炒作 是不是有点过分 您认为自己错了 是吗 是吗 我不知道 你来一下黄连 看看这座城市 很快 很快 你的形象 将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 甚至是大街小巷 而蓝度 也会因为你 风靡一时 你很快就能获得到成功 这是你人生中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成功有错吗 成功有错吗 你没有错 你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对的 你必须这么想 现在 除了你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你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你 之前让你在感情上 所受到的痛苦绝望的那些事 其实并不复杂 这是你应该得的 这是你应该得的 最好 欢迎回来 喂 今天的活动办得还不错吗 你今天晚上很漂亮 谢谢 刚才在走廊里的是你爸 走廊 什么走廊 那也许是我看错了吧 你很希望见到我对吗 那你呢 你为什么在这里等我呢 我在这里等你 只想问你两个问题 请问吧 朱丹科同学 我想知道 在红酒界拿别人的隐私炒作酒的事 是不是不算瞎做 你是这么看黄炼吗 黄炼 我想他没有这种商业头脑吧 这一切都是您做的吧 一切都是您潘老师的主要 那好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拿别人的隐私来卖钱 这当然会不好 因为 这会让别人受到伤害 但是今天的黄炼 他讲的故事 不是隐私 只是故事而已 在场所有的人 都被感动了 你没有看到吗 所有的人 把他们两个人 奉为了最纯洁爱情的标志 况且 他也没有把那瓶酒拿出来说事 那瓶酒 依然是他们俩 爱情之间 最好的记忆 我们在经济上 得到了一些收益而已 在商业上 这叫双赢 在生活里 这叫结大欢喜 那请问 你怎么不知道 在这件事里面 会有人伤心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 他们俩的爱情结束了 不是吗 拿出来说说 怎么了 你真是一个冷酷的人啊 你总是能看到别人的痛苦 让自己快乐 也许以后 我会追出一瓶纪念 你和我的红酒 记见什么呢潘老师 你我之前有过什么吗 可我记得 一年前 咱们有个约定 你考虑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你呛个答复 你要答复 我现在告诉你 不问你 那黄连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初是他主动离开易新的 他现在又突然冒出来 还去伤害他 我看他就是巴不得见别人行 易新呢 葡萄藤那边散步呢 他说他想自己散散心 反正就是不让我们陪 顾艾伦 你应该去陪他 易新可能不愿意见我 为什么 我其实早就知道黄连回来了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像个傻瓜一样 根本不知道那款酒背后 有这么一个故事 我的公司甚至跟蓝渡酒庄 还有商业上的合作 我 昨天回来的路上 易新一句话都没和我说 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 我不知道 该怎么 去面对他 给他几个人 在这一刻 时 快了 在这个时候